大家好,我是吉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吉地手机 那今天这个视频它不是一个通常的内容更新 而是一个针对佳能M6这台相机的一个设置教程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的话 可以放心的跳过这个视频 那如果你刚好在使用这台相机 或者是其他的佳能M系列相机的话 又对他的这个菜单设置不是很明白 又不想去看那个复杂的非常厚的说明书的话 那恭喜你,本期视频就是为你而准备的 希望你可以耐心的看完它 首先第一步我们把这个播盘 一定要播到这个录像模式 就是这个录像记录模式 然后我们点一下menu键 到这个页面 我们点这个扳手第四项 一共有五页 我会给大家每一个都给讲一讲 首先第一个是选择文件夹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可以在这创建文件夹 或者选择要把你的照片保存到哪个文件夹里面去 这个文件编号 默认的连续编号已经够用了 自动旋转 这个也是默认就可以了 格式保存法 这个我建议如果你是新买的相机和卡的话 先执行一次这个操作 就把它格式化一下 选择这个低级格式化就可以了 最后这两项是一个辅助帮助性的选项 模式指南是什么呢 现在是开启的 大家注意看 我去播这个波轮的时候 你看吧 它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告诉你这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但如果你已经知道它们的功能之后 这个就很烦 就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看 就很讨厌 点错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它关上 关上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介绍是什么呢 你比如我们到这个界面 点这个set 它这边会有些提示性的话语 告诉你这个功能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打开的 它不会对你的拍摄有太大的干扰 第二页 省电模式 默认关上就可以了 节电 这里默认了一分钟也是完全可以的 显示亮度也不需要改 时间和时区 这里要简单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出国玩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这里这个地点 改成你去的那个国家 让它给你换算一下 这个什么来的时差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到时候去整理素材的时候 尤其是你有多台相机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能对上号的 它会有助于帮助你去 精确的知道 你那个素材到底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视频之事 我一般都会选NTSC 因为在这个模式下 你是可以拍到60帧 甚至120帧的升格的 但你如果选PAL的话 就只能拍50帧和100帧的升格 但有些时候选NTSC 可能会出现 平闪的情况 那个时候你可以临时的改回来 但大多数情况用这个就可以了 触摸控制 标准就可以了 提示音 这是什么呢 听到吗 就是这个东西 我很讨厌这个 会打扰到别人 我会把这个提示音关上 这个HDMI这两项呢 都是关于输出的 这个你默认自动就可以了 不需要动它 短片的快门按钮功能 我点击看看 这里它是让你设置 你去半按这个快门和按下去 分别是什么功能 现在半是测光跟对焦 我觉得完全可以 全按是无效的 我建议大家改一改 一定要改一改 把它改成开始和停止录像 这个非常有用 因为这个M6 它的这个录像就在这里 非常不好按 所以你改完之后 就可以用你这个录像键 直接开始拍摄和停止拍摄了 这个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开关要不要用它 我们可以打开 拍摄信息显示 我们看一看 这里这个界面控制是什么呢 这个界面控制是这里 大家看到吗 这个界面 当我按这个info键的时候 它会发生一些切换 那个地方就是控制这个地方的切换 我们点开看一看 首先这里 我建议大家把它选成3x3 这样你就有一个这种辅助的对焦线 辅助的一个参考线 构图或者是对齐都非常的有用 这个一定要打开 然后显示柱状图的亮度 这里默认就可以了 这个屏幕先行设置这里 点开之后稍微一点复杂 没关系 我给你们讲一讲 第一项我们可以把它勾选 我们点下这个编辑屏幕 我建议大家把 像你们看到这样子 除了这个显示柱状图这个观赏 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会干扰到你 但别的我觉得是可以展开的 它会帮助你进行拍摄的参考 第二项这个我一般就不开了 第三也不开 第四我会打开 第四什么呢 第四就是一个纯净模式 你看到吗 它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画面 这个是当你在进行特殊的构图的时候 可以有这个 第五项这个也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这种没有拍摄画面 只是显示参数的这样一个界面 这个因人而异 我会打开 你也可以关上 然后回到这个界面 你看默认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我点下这个info键 它就会切成一个全屏的 我就可以尽情的构图了 没有人干扰我 只有一个参考线 这个时候再按一下 会变成这样一个界面 你看这个界面 它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麦克风的声音 所有的参数 一目了然 非常的好 而且 你可以用这个模式 把它当成一个胶片相机使用 就是你拍完之后不看 你拍到了啥 关注于这个拍摄 这是一个比较变态的使用方法 当然也是我建议打开 建议打开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你去自拍的时候 那个画面就是反过来的 所以要打开 第一个是拍摄模式 点开之后 其实就跟你在这个界面 看到的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它一共有三个选项 自动曝光 手动曝光和HDR 我一般都会用自动曝光 但在拍一些这种Broad画面的时候 我会用这个手动曝光 来获得一个更好的画质 短片记录模式这里 我建议大家选成1080P的60帧 这个也是我现在用的一个设置 选它主要是 现在主流的还是1080P 然后像微博 还有B站都已经支持60帧了 它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 这种视听体验 下面这个高帧品 其实就是所谓的升格 当我们打开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拍摄 它就会直接记录一个 120帧的这种慢动作 你看这里多了一个H 但你拍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把它关上 否则你就会一直拍升格 录音 这里要讲一讲 默认情况下 你用这个自动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 我现在说话 它这里已经黄色了 甚至有些说是红色的 这是很不好的 这会出现破音的情况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改一改 把它改成手动的 然后可以移动电频 我们移动电频 移动到一个 比如说我看一下 中间的位置 你看 我的今天是在12这个范围之内 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收音 但如果太小也不行 太小的话声音会很小 太大可能会出现破音 而且要根据你不 插这个不同的麦克风 这里的值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一些经验 和具体的设置了 你要自己明白 但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你自己摸索一下 尽量让这个收音电频 在12范围左右 不要超过这个0 不要红色 当你把这个录音 这个模式调整手动之后 你还会解释一个新的功能 你看它会在这个地方直接显示一个当前你的录音的大小 就是它会告诉你现在的麦克风是否在正常工作 有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严实短片 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拍Vlog也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这里边有三个场景 就是拍人的 拍云彩的 还有拍这种更慢的画面的 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打开 去设置它 我一般就是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自动亮度优化 它默认是给你选了标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当你去自拍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你的脸拍的很亮 同时背景也会过曝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你选的越强 你的脸可能就会越亮 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去自拍Vlog 长时间的面对镜头自拍Vlog 你可以尝试打开它 给你一个更好的面部的曝光 但它的缺点就会让整个的画面 就是不是那么自然 所以如果你是拍摄一些Blog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它关上 这个是跟类似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也会把它关上 因为我不希望它过多的干预我的拍摄 我又要用一个原始的样子 感谢极其手机淘宝店 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淘宝店已经上架了 佳能M50 佳能M6 和佳能GTX三台相机的最佳Vlog套装 欢迎大家来我们淘宝店激情选购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淘宝店 我们随后会上架更多的Vlog套装 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视频创作 第三页 白平衡 这里其实稍微讲一讲的 就是这里白平衡的两种模式 一个是氛围优先 一个是白色优先 氛围优先就是说 它会优先的去按照当前拍摄环境的色温来去拍摄 这个会尽量的去把画面拍的白一点 说的通俗一些 所以看你的选择 你如果想要真实一些就选这个 想要白一些就选这个 白平衡校正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可以你在相机里去对你的视频进行调色 但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你往这拨一下 它就会偏蓝 偏红偏绿 你可以去调它 但一般我也不会去调它 我希望我的相机记录的是一个准确的数值 对这样我后期的时候可以进行调色 照片风格 默认的情况下我会用自动 但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姑娘 你想要把自己拍的更好看 我建议你在自拍的时候选择这个人像模式 也就是P 但你选了这个人像模式之后 其实还可以再对它进行一些更具体的设置 我们点详细设置 这里有些选项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把强度 这块降低一些 不用降到对低了 可以降到倒数第一格这里 这个强度是啥 其实就是锐利度 你当你拍人的皮肤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皮肤更加的 怎么讲 就是不是那么锐利嘛 就是好看一些 更加软一些 反差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降低一些 饱和度这里 我建议你可以稍微的降低一些 色调这里 它是往左是偏红 往右是偏蓝 所以你可以去跟你的需要去调整一下 可以让它偏红一些 这些是我自己设置的一个经验 当然你也可以跟你的需要来去调出一个 你自己满意的颜色 高感ISO降噪功能 这个标准就可以了 第四页 自动对焦方式 这里我一般就会用这个 人脸加追焦 这是最常用的模式 偶尔的时候我会把它改成定点对焦 拍一些比较明确的物体的这种定点对焦 眼睛对焦这里建议大家打开 这个是对于拍Vlog非常重要的 当你在自拍的时候 它可以快速的去对你的脸 手动对焦峰值 建议大家把这里打开 当我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自动对焦 我把它拨到主动对焦 当我去对焦的时候 它这就会有一个辅助的提示 告诉我现在焦点对到这里了 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对焦辅助功能 建议大家打开 如果你的镜头是带这种稳定功能的 这里也会多一个选项 我建议你把这个打开 比如我现在用的是套头 我建议你把数码防抖再开到齐用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稳的设置了 这个是啥呢 这是当你去用相机去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把输出信息关上 它就不会输出像对焦了 这些参数了 就会有一个纯净的画面 短片辅助自动对焦 打开 自动低速快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下拍摄的时候 它会把快门的速度降低 来试图给你拍出一个更亮的画面 这个怎么选择呢 我的建议就是 当你现在此刻想要拍一些BRAW 更有艺术性的画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关上 完全的去控制这个曝光 但你现在说我要拍一些人 我想把他们拍清楚拍亮 我对于画面有没有艺术感 不是那么重要 你可以选择这个 还是要把这个播到录像键 进到第五页这里 这里有三个 我们选择第三项 操作这里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界面 看起来 没关系 我们点一下这个set键 进到这样一个界面 它有两列 左边这列指的是 你在拍照的时候的这些按键是什么作用 右边这个是在录像的时候 我们主要讲讲在拍视频的时候的设置 首先是这个 M-F键 我会把它设置成屏幕关闭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设置 因为你当设置成这个按键的时候 你按一下这个键 这个相机 你看一下 它会黑屏 它直接黑屏了 这样就会进入一个省电的模式 但是你唤醒它也非常的快 你只要按一下这个快门键 它就唤醒了 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项是这个功能拨盘这个按键 这儿有一个详细设置 让我们点一下 它会让你勾选 当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 会出现哪些可以去控制的选项 有五个 我这里建议大家只选一个 因为太多的时候你会乱掉 我建议大家选这个白屏横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设置 我们可以把它勾选 因为其他的这些功能 可以在别的按键上进行设置了 我们就只勾选这个白屏横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点一下这个 拨盘上这个按键 它只有一个 我们只需要去转这里 就可以快速的调整 不同的这种白屏横了 左边这个按键的功能 我会把它改成蓝牙的WiFi连接 因为它M6本身是没有 这样一个快捷键的 像M50是有的 但它没有 我就会设置这样一个快捷选项 方便的去连遥控器 或者是传照片 还有一个就是垃圾桶 也就是这个按钮的作用 我会把它改成叫做 照片风格这个选项 还记得我前面说了吗 就是我们在拍人的时候 可以把照片风格改成人像模式 所以你在这个拍着界面 只要按一下下面这个键 它就会快速的出现这些常用的模式 我们点下P 我就可以拍人了 拍完之后 我再点一下这里 就会变回自动模式了 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说一下 自定义拨盘的设置 还是在这个界面 我们选到第三项 然后选到第三页 这里有三个选项 看到吗 点一下它 这三个转盘决定了 你在进行手动曝光的时候 最核心的三个参数 也就是快门速度 光圈值以及RSO 所以有这样三个转盘的时候 当我们在有些时候 我们点这个手动曝光 我就可以快速的去调整 这三个参数 看到吗 我转这个 就可以去调整RSO 调整成一个 转这个 就可以调整这个快门速度 转这个 就可以调整这个光圈值 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M6 Mark II的收藏功能 其实M6上大多数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按键 或者一些快捷的菜单来找到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功能 可能你无法实现 那我们可以用到这个收藏功能 收藏功能基本上 可以把所有的选项 都在这里快捷的去录入 它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点这个配置 这里选择 比如说选择要注册的项目 它就会出现一个超长的列表 在这里找到一个 你想要的一个功能 把它加进来 但其实大家这里 不需要加特别多 我自己会常加的有两个 一个是短片记录画质 这个点进去之后 是这里 你看到吗 当你去拍升格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这 突然想拍升格 正常情况下 你要点这 再点这 进到这里边 有些时候还是 当你这个拨盘 位置不在对的时候 还是会找错 所以如果有了收藏功能 我们只需要点开之后 一点这个星 就一定在这 它一定在这 我们只要改一改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另外我也会把延时拍摄功能 也加到这里边了 因为它是固定在这的 不会变化 非常的方便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注册 注册其他的选项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是发私信 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投个币点赞 以及收藏一下 来支持我原创视频 同时 如果你喜欢我手上拿的 这个专门给M6搭配的Vlog套装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 来去选购 以及关注我的频道集体手机 我这个频道专注于Vlog的分享 和Vlog教程的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